我們問一下劉大哥 劉大哥 是 所以我們大家其實都很怕老 年輕人也怕老 我們現在都已經老的人更怕老 接下來更老怎麼辦 所以說現在有什麼 長照險跟失能險 這些保險的內容是什麼 就不能講說 我中風了以後 打電話給保險業務員 說我要買保險 保險公司又不是傻瓜 但是很多人他還是會這樣想 我得了癌症了 原位癌了 打電話給業務員說我要買保險 很多人打電話就想問我 不行 我就會這樣講說 那保險公司你來開好了 對啊 我找完一萬個人 通通得癌症的 給你投款業務員 再笑一笑不願意 這是一個觀念 一定要身體健康的時候 趕快來做一個保險的規劃 趁現在趕快把自己化好妝 整理好 說 很好的 假裝很健康 然後來買保險 現在的保險其實很嚴格 因為我們的健保卡 一插下去 你幾年幾天得過什麼病 都一覽無疑 我們假裝不了 假裝不了 你不能假裝 但是很多人 就是覺得說 我得了原胃癌 不用告知 我割了大腸細肉 不用告知 我的醫生說 這都良性的 要告知 要告知 但是告知了以後 保險公司可能就很多狀況 就不願意投不願意承保 就很多 所以一定要趁健康 這個大前提 好 為什麼這個保險呢 叫長照保險 叫失能保險 為什麼很熱門 因為我們台灣有三十幾萬的 外籍家庭移工的朋友 每天在馬路上推著輪椅 大家看了那個場景以後 看久了會怕 對不對 會怕 再加上自己老了以後怎麼辦 一個外勞要兩萬多 要三萬多 沒辦法負擔 所以就來 要買這個長照保險 可是很多人就是 老了以後才有這個知覺 六十歲 五十歲 那身體我講歷史在話 我四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割大腸息肉 不能飽了 一割大腸息肉就不能飽了 對 不能飽 不能 大腸部分除外 是喔 對 大腸部分除外 那到了五十幾歲 那狀況更多了 三章肝 油脂 脂肪 肝 膽固醇 對不對 一大堆的問題 所以完全就不能飽 可是看起來我很健康對不對 對不對 很健康對不對 活蹦亂跳對不對 講話還蠻有調理的 但是很多保險不能保 但是這個保險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 這個很怕 所以就買了這個 長期照顧保險 感覺上就好像是挺外勞的感覺 就是說萬一我怎麼樣 怎麼樣了以後 我一個月三萬塊錢的 這個外勞的費用 希望保險工程能夠幫我出 所以就很多人去買這個保險 我們看一下 這個長期照顧保險 其實有很多保險 聽不懂 聽不懂 那有集中保險 大概聽得懂 癌症保險 大概聽得懂 得了癌症就賠 那個很清楚 可是長照保險 他這邊講了一大堆什麼 要有生理功能 進食障礙 胃移障礙 儀測障礙 沐浴障礙 然後平地移動障礙 六項要有三項 必須他人協助的 以我的母親來做例子好不好 中風不是初期嗎 麻麻的嗎 但是還可以慢慢走路 還可以吃飯 可是有很多人還說 我中風了 我買的長照保險要賠 可是不符合 他都還可以吃 還可以喝 還可以上廁所 那我如果自己都 這個要照CT的啦 不是你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 我們自己這樣不行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發了啦 保險公司就垮了 保險公司就垮了 所以大家都不用用力 三軍理賠的是 要有醫師的診斷證明 你不能說我外觀 這個樣子跟這個樣子 就可以理賠 所以說很多人要符合這個標準 那標準 那會有一個情形就是你想的 跟保險公司想的 不一樣 到時候就有一個理賠的糾紛 就有一個理賠的 那他還有另外一個 理賠的標準 就是對時間 對地點 對人物的一個 一個沒有辦法的一個認清楚 不曉得兒子叫什麼名字 那這個也要經過 醫師的一個診斷 一個精密的儀器 來做診斷才可以 這個演不出來 這個就長照保險 你問過什麼 他的怎麼講呢 名字很好聽 長期照顧 可是理賠會有一些 頭髮的時候要認知的地方 很多的清楚的精準的限制 對 那於我母親剛好 初期的時候不理賠 中間做個輪椅的時候 可能也沒 可能也也很模糊地帶 一直到老重度的時候 像整個攤在膛上的時候 可以符合 可以符合 其實我又話講回來 我又話講回來 我母親就是很嚴重的時候 如果說到現在還沒往生 如果到往生 其實那個時間 大概也是三四年的時間 對不對 因為大概已經很嚴重了 大概要領那個一個月領一萬 或一個月領兩萬 因為長照保險 是按照比較外勞的感覺 一個月兩萬 一個月三萬 很少耶 也不多 對 多不多見仁見智 那保費曉得這個也蠻貴的 這個保費其實蠻貴的 那這是一種 那這種應用聽不懂 所以就有一種叫進階版 進階版 我們以中風來講 我們就以中風來講 但他比長照要清楚一點 但是以中風來講 神經障礙 他有一個表叫做失能表 各位注意看 他要有符合一二三四五 到六級的時候才可以立培 這大家應該很清楚 但是什麼叫一二三四五六 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第一級中風出神經系統 遺存極度障礙 極度障礙 第一級 第二級高度障礙 這第二級 第三級顯著障礙 醫學上可能又搞不清楚了 那萬一 萬一 我們看一個這第七類 遺存障礙 第七類 注意啊 沒賠 一到六才有賠 第七類沒有賠 那是不是就會有很多的 argue 對不對 就會很多argue 對啊 我繳錢繳了那麼多年 對 然後你現在跟我講這些 第七類是好還是不好 對病人來講是好啊 他沒有那麼嚴重啊 是不是 可是對有些人想理這個 這個理賠經濟就是不好 所以說這個叫做失能保險 好 那不管長照也好 不管失能保險也好 大家在購買的時候 大家購買的時候 第一個條件 身體要健康 第二個條件 你要衡量一下保險費 保險費繳多少錢 這個保險費 就是如果是終身型的 保障終身的話 一年大概五十幾歲 人要投保 五十幾歲人要投保 大概一年都要繳 大概四五萬塊錢 四五萬塊喔 大概你賠一個月 大概兩萬到三萬左右 那家裡頭兩個老人都買 是不是就十萬 多不多 多 其實也算蠻多的 那還有一個前提 各位要注意到 買這個保險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心肌梗塞 直接往生的 就第一天好像起來 看他就躺在 床上就沒有呼吸了 直接往生的買這個不賠 因為剛才講的是要人還有 人還在嘛 人活著需要照片 有障礙的時候嘛 有失能的狀況嘛 對不對 那人往生的 買這個保險不賠 那這樣算賺到還是賠了 這個你假的 這個買保險 這個你假的錢 沒有辦法賠 大家就覺得賠了 可是對人生來講 我是要慢慢的這樣子 過完一生 還是直接走 我如果直接走 我覺得我賺到 其實我個人也是喜歡 直接走啦 但是有時候命運很難講嘛 就是命運有時候 不曉得啦 那我其實以我個人來講 我還情願得癌症 以癌症跟中風來講的話 我情願得癌症 是喔 因為得癌症的話 最起碼還有 還知道可以活多久 還可以治理 對 還有生活品質 而且我們現在的這種 癌症治療的癌症技術 其實也滿好的 當然最重要一點啦 我買了超多的癌症保險 如果突然癌症的話 一百萬個億 但是不建議啦 不建議啦 所以說劉鳳和大哥 您是這個 平民保險專家 說你覺得 我們剛剛前面介紹說 與其買長兆險 或者失能險 不如買一年期的受險 我聽不懂 什麼叫一年期的受險 就好跟我們車子強制險 你開一百年 只要有腳前一百年 它就有效嘛 對不對 那一年期的受險也是 你有腳前就有效 到九十五歲 那個受險它是什麼概念呢 不管怎麼生僱就一定賠 不管怎麼生僱 注意喔 不管怎麼生僱 只要死了就賠錢 對一年期 我講過了 那個頭髮的時候一定要健康嘛 那五六十歲的很多不健康 你不能買 是不是 那老是focus在那個長兆啦 失能啦 可是你換個角度來講 到時候 中風流不符合標準 要再強調炒來炒去那個名詞 那受險他是往生一定賠 以我母親來講 再以母親來講 我不是消遣屋 我母親 因為像我母親這個狀況 很多人都有 他如果說沒辦法買長兆也沒辦法賠 買失能也沒有辦法賠 他最後一定 人一定會往生嘛 往生受險就一定賠 如果像我的爸爸 他直接在家裡說 怎麼樣怎麼樣 買這個長兆買這個失能 是不賠的 可是受險一定賠 對不對 所以一年期受險 他也是一種失能險 他也是一種長兆險 他只是可能晚個兩三年 晚個三五年領 但是他一定領得好 你要買長兆險 失能險 與其花了這麼多年的錢 去買下去 後面有很多的但書 都不見得符合 不見得賠得到 對 那不如我們大家買一個受險 買個受險 因為有期的受險 他是很便宜的保險 每年買 每年買 對 如果真的怎麼樣的話 這個錢還可以留給家人 是 那還有一種方法 我現在需要用錢 我沒有錢治病對不對 我講男人 親朋好友 兄弟姐妹借一借對不對 借一借也可以 那到時候我往生後 我這個錢 擋給他 受險多少錢 買一年的 一年多少錢 趁年輕的時候買 趁年輕的時候買 講出來很多人都要罵我們 要罵我 不是罵我們 大概三十歲的女生 一百萬 一年繳多少錢 六百塊 一百萬 繳六百塊 那一年期的概念是 今年有繳六百塊 有一百萬的保障 明年不繳六百塊就沒有了 他的概念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不是三十歲 我們已經五十幾了 那身體健康 你要買什麼都可以 身體健康 你要買國泰南山星光 沒有問題 你有選擇權 可是你今天身體有狀況的時候 對不對 對不起 你完全沒有選擇權 所以趁身體健康年輕的時候 趕快把保障拉高 那你現在買 可以一路續到九叔 我中間馬上就怕我中風了 沒關係 因為我是在健康的時候買 所以如果希望 大家一定要這個 這個前瞻部署 在年輕的時候 有加累的時候 趕快把保障拉高 買該買的保險 理賠很清楚的保險 萬一年輕的時候 發生事故 有高額的理賠金 到老了以後 雖然可能我長照 需要用錢 沒辦法理賠 但是最起碼我知道 萬一我走了以後 還會有一筆錢 兩三百萬 三五百萬不等 來還債 都沒有關係 瞭解 瞭解 所以您建議 那您建議 如果超過五十歲 到現在都沒有買 任何保險的人 至少要買一個意外型 如果身體都有一些狀況 三酸甘油脂 脂肪肝 膽固醇 一大堆的狀況 又是大腸息 又是子宮肌瘤的 但是你可以買意外型 因為意外跟明天 不曉得哪個時候先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意外型也是很重要 而且意外型裡面 但意外型的觀念 就是想說生故 就好像受險的概念 意外生故 意外型裡面 它不光是賠生故 它還有賠私能 它也有私能 那它的私能清楚嗎 它的私能跟這個 私能保險的這個表 是一模一樣 只是它要意外造成的才可以 那這個私能表 這疾病造成的腦中風也算 我們一般的私能險 疾病跟意外都有 但意外型裡面 只有意外造成的私能 那為什麼強調意外呢 因為你都不能買了嘛 意外型對我們身體的要求 比較沒有那麼嚴格 比較沒有那麼嚴格 這意外型 它比較可以買 而且意外型跟年紀 沒有關係 沒有 它保費不會說像這種 隨著年紀越大越貴 不會 八十歲的跟二十歲的保費一樣 大概一百萬 大概就是七八百塊錢 一百萬七八百 它含私能 它的私能跟我們買的私能險的 那個等級表是一模一樣 所以說意外型我覺得還是 列為我們人生在規劃保險裡面的 首要條件 而且是買得越高 我覺得越好 尤其是有些五六十歲的人 還有在騎摩托車 有沒有 有啊 有 現在很多 無罩駕駛的 不戴安全帽的 然後那個高雄市左轉 有沒有 一大堆的 所以說五六十歲的 你還是 如果別的保險都不能買的話 你可以回過頭來考慮一下意外一些 稱怪有 哪些居家風水的擺設 可以幫助我們平安健康 又有錢花 不用買保險 洗到母親的口令 基本上有縱風過 為什麼會縱風 家裡面呢 自己去查查看 有兩個位置 兩個掛位的地方有問題 一個 西北 家裡的西北 家裡面的西北面 第二個是正南面 這兩個位置會產生的 家裡會有縱風的現象 這兩個位置怎麼樣會有縱風 壁刀 有電線槓 有雜物太多 都有可能導致縱風現象 所以就是說 我們觀眾朋友 你一定要重視你們家的 西北面 跟南面 正南面 這東西導致縱風 縱風是非常頭痛的一件事情 老師講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發現中風了 趕快送醫院 該有的緊急的醫療跟治 照顧是要的 對 但是家裡面的風水 西南面跟南面 開始斷捨離 給它丟掉 丟乾淨 整理乾乾淨淨 對 西北面跟正南面 趕快整理 在家裡面有雜物清理乾淨 自然而然就會導致 這家沒有負擔 它會馬上復健 就很快就好 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就是說 幫助我們在能夠平安 又有錢花的居家風水擺設 當然你家裡面 你要平安 健康 自己平安健康 如果沒有錢很痛苦 平安健康還是要有錢用 那要怎麼辦 當然我們在我們家裡面 就要去擺一些 怎麼造就我們的健康 造就我們錢採可以盡採的方式 第一個介紹就 宰屋的西北掛位白有 金銅的就銅色的 就金色的 黃金色的這種 或是銅製的龍龜招採 是 各位知道龍是不是最強壯 龜是不是最長瘦 所以這龍龜它是龍頭烏龜形狀 龍頭烏龜的形狀 說烏龜它不最長瘦了 所以就代表健康才會長瘦 你不健康不會長瘦了 所以龍龜是一個最健康的東西 那龍龜招採 你看它意象當中 它下面就全部是元寶 或是古銅錢 所以這種東西 你把它一個小小的雕塑品 你不要小看它 這就是一種意象導引 意象導引的時候 就像潛能默化 它本身能量就會在 一直跟你的腦波裡面 在產生對應 實際上風水學它是統計學 它也是一種就靠你的心靈上 你的四神經在導引你的氣場的新陳代謝 當然你那個意象當中的能量 進到你腦波裡面 你腦血管當中 它直接會遭就得很順暢 所以你有在西北 西北就代表我們頭部 西北代表頭部的時候 你把它擺在這個地方 頭部好 健康就第一了 頭部不好 其他中轟都在頭部 就完蛋了 記憶 失能都在頭部了 所以內臟壞掉 這個地方內臟壞掉 還可以成沒有問題的 頭部壞掉什麼都沒了 所以我們知道說 在西北邊很重要 那西北邊一定要用金銅色 為什麼 西北為金 所以你一定要金與金 是比 洪水的五行鞋裡面叫比旺 要能夠互相比旺 襯透那裡的能量 把那個能量提升上來 第二個我們介紹叫載屋的中心點 百貨有十淺十美的平安扣 這個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有沒有 平安扣 平安扣什麼 就像扣子 扭扣子 扭扣又像什麼 錢幣嘛 所以錢幣當中你扭扣當中 你如果衣服有扭扣 扣好的話是不是很整齊 所以整齊一個人有精神 就代表所以代表是健康的 所以說扭扣他本身又代表錢幣 那十淺十美就代表很完美 我們十淺十美就代表這個人的身體 所有的結構當中都很完美 健康 無礙的 那無礙當中又有錢幣掛在 那為什麼掛在中宮 防止中心點 一個防止放射能量 宇宙自然能量降下 我們只要在不同的空間 只要有空間成立的時候 就會有氣從中心放射 氣從中心放射 中心放射出來 就是有八卦 所以叫做八卦九宮 所以中宮 第九宮的時候 中宮放射這八卦裡面 八卦各期所值 所以你有十淺十美的 就是把這個所有外在 所有的空間裡面 有這個放射波率 放到整個空間裡面 就代表這不管你的外在的 肢體內在的內臟 都能夠達到非常健康 所以家裡面的中心點 你把它擺設的平安庫 就可以造就我們身體的健康 而且就可以延續 能夠帶著讓我們長壽 也可以讓我們有錢用 因為掛在那邊錢幣一直散發 這個家一直輕輕輕輕的錢 採進來的時候 大的沒賺 小的也會 大錢沒賺到 小錢也會賺到 這種狀況之下 就可以帶給我們家裡面 每個人都會有錢用 不是只要就一個人 是全家人都能夠得利的 所以一定會有錢用的 所以提供給各位做參考